水梦中又有地牛翻身 在今天凌晨2点11分跟2点12分 台湾东部海域分别发生 瑞士规模5.6跟5.5的地震 最大震度有三级 但是这一次不是余震了 地震测报中心主任表示 这两起地震跟4月3号的地震没有关系 震央距离远 而且成因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两个独立的地震事件 同时也要提醒 地震波会在盆地内产生长指效应 因此当时住在台北盆地的民众 摇晃的感觉会更加明显 现在更有地质学者分析 这两起地震释放了一定的能量 因此预估最近地震的频率有望趋缓 海岸边监视器画面突然剧烈晃动 25号早上7点53分地牛翻身 近期地震频繁 25号凌晨2点11分 先发生规模5.6地震 最大震度三级 相隔不到30秒凌晨2点12分 又发生规模5.5地震 最大震度两级 从监测资料来看 几乎全海有感 而这两起地震 都发生在台湾东部海域的南澳海盆 南澳海盆 它是各地边海板块向下引墨 在它北边 也差不多六七十公里以外的地方 地形上形成一个海底的一个盆地 那这个地方就是过去 常有地震的地方 5.6的话 相当于0.125颗 就规模5.5的话 大概就是0.088颗 所以合起来大概总共就是0.2颗 那样的那个释放 其实是不多 地震测报中心解释 凌晨两点多 这两起地震跟0403强震无关 除了震央距离远 因为0403强震 成瘾是逆断层 板块往内相互挤压 引发地震 但25号凌晨2点11分 即12分的地震 属于震断层 板块是往外拉伸 地震成瘾不同 因此可视为两个独立的地震事件 它是一个正断层 一个逆断层 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机制 台北盆地 因为它是一个 比较还没交结完整的一个盆地 就像一个果冻 所以如果再加上盆地效应 再加上大楼效应 地表一级的话 了解到两级所有的体感 0403强震发生后 至今破千起余震 加上台湾周边海域 和其他断层不时发生地震 到底何时频率才会趋毁 大家都说大概半年到一年嘛 跑不了了 刚刚海盆发生了之后呢 我们的遗震应该会变少 应该会比较明显变少 因为别的地方 中大规模的地震也发生了 专家示警何时发生地震 难以预估 建议民众平时应做好防灾准备 即将向于陈建国台北采访报道